日前陈奕迅一些最新国语专辑问号 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与众不同的是 此次发布会现场被设计成一家心理诊所 在场的每一位听友都经过了挂号 投递病例拍片等环节 然后由陈奕迅做诊 为歌迷亲自进行诊疗 并且在发布会上首次公布了新专辑中积木的MV 让现场的歌迷大饱眼福 而向来在人前喜欢恶搞的陈奕迅 更是在现场一直上演搞笑桥段 还透露了自己在网上开了两个微博账号的原因 在新专辑中 陈奕迅和女儿合作了一首歌曲 Baby Song 并由女儿亲自上阵为其弹奏 MV中也能看到大量女儿的画面 难免让人猜测 陈奕迅是否开始为女儿铺路 好让他以后顺利走进娱乐圈 对此陈奕迅矢口否认 顺其自然 因为我上一次跟他 就女儿合作是因为公司的一个制作部的人 然后提议这样说 不如他会 然后就问问看吧 结果他OK 就这么简单 没有刻意说要铺路 为他做 他要进行什么都没有 自从1996年发行第一张专辑以来 陈奕迅算得上歌坛中的高产大户 已经发行了30多盘专辑 而且基本每年都会推出新专辑 对此陈奕迅不由流露出疲累之意 尽管一直热爱音乐 但仍然希望能得到一丝空闲时间 能好好调整 我很羡慕你的肤色 因为你都 你的精神状态比我好很多 真的 你都百里透红的 然后眼睛都白白 我只是真的有点累 就一直巡回演唱还可以 然后出专辑的脚步 但是唱片公司又 其实我也不算你 不算很多 但是一张接一张这样子 因为我中间可能 我是不是曝光太多 你们觉得太多 我就可以收拾一下 没问题的 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可以放慢的 最近关于他与妻子 婚变的消息 正在网上传的火热 当记者问及这一传闻时 陈奕迅只有一个态度 那就是回避 不好意思 啦啦o 啦啦 啦,啦,啦,啦